想要委托申請戶籍藤本 民眾跑戶政事務所 辦理戶籍藤本 簡單快速 通常不用五分鐘就搞定 沒想到有人居然專門 在倒辦戶籍藤本 還倒辦成功31次 通常就是有一些漏洞 他才會外流 一名誠心男子 受不明男子的委托 他兩個月內 跑到台中神岡戶政事務所 20次 專挑夜間行動 夜間櫃桃由14人輪班 很溫散因眼熟而起的風險 戶籍藤本主要記載出生 死亡 改名 遷徙 結婚以及離婚 可以用來辦補助 申請貸款 辦信用卡等等 男子能輕鬆達成31次任務 因為辦戶籍藤本的門檻很低 只要有委託書 當事人身份證號碼 還有被委託人的身份證 就能辦理 中央政府的辦理程序都不對 他們沒有一個 完整的控管個資 民眾質疑戶政事務所 沒有向當事人查證 是否有委託辦理 這部分是不是有書師 食物上是沒有辦法 每一件都做這樣的 茶食的動作 誠信男子以每次 200元到300元的酬勞 不法盜取民眾的戶籍資料 遭判刑兩年三個月 拿這些資料做什麼用途 沒人知道 這讓民眾驚訝 原來我的個資這麼輕易 就能被掌握 護征事務所SOP恐怕要檢討 記者許穩 王世函 台中採訪報導 海黃鮑魚干貝A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它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優惠喔